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紹這支Ultralap 50mm 1.1光圈鏡頭 這支鏡頭來到這一代已經是第3代 就是Version 3 這支鏡頭跟第1、2代有什麼分別呢? 據廠商給我的資料 它的口徑又大了 現在就是E58 即是58mm 總長度也縮短了 我都量度過了 由孔到前面的位置就是6cm 還有它裡面的燒光塗層也改善了 加上用了一些比較貴的玻璃 去做這支鏡頭出來 所以拍出來的效果應該跟一、二代有很大分別 至於它的重量方面 就是0.39千克 即是390g 持上手的時候也不會覺得非常之重 大光圈的鏡頭來講 至於1.1光圈 這個尺寸和重量 都是非常之小的 我都覺得是 至於它的操控 例如它的對焦環 其實我覺得 阻力都是非常之舒服 又不會很緊 亦都不會很鬆 而且它的光圈環 扭起上來 亦都是跟Leica的鏡頭 一模一樣 方向是一模一樣 感覺亦都非常之利落 亦都非常之清脆 每一架都會很明顯感受到 停一停 有個卡位 卡卡 這支鏡頭上有一個希列文 我問過這個廠方 他說這個文字 解作月神 這支鏡頭代表月神 造工非常之緊湊 不會有鬆的感覺 整體來說 都是造工非常之靚 究竟它拍照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今天我都約了美女模特兒 善善幫我們去拍照 現在大家就看看照片 大光圈的人像鏡 當然就是拍美女 大家將來看到散影非常之靚 非常之突出過人像 拍這些照片的時候 大部份都是全開光圈的 因為有支1.1在這裡 當然是用盡它 放大一點張圖來看 真是老花 剝開眼鏡看看 其實紙邊都蠻厲害的 當然這些大光圈鏡 有紙邊就是 沒有辦法的 一定的 我覺得是 唯有用後期去撿一撿 為何這張照片會如此萌茶茶呢 我們剛剛去完冷氣地方 拿出來 有霞氣 看到有霞氣就拍一張照片 拍出來的效果又好像蠻特別的 若隱若然都會看到 它的散影都很圓 很漂亮 這種感覺 有時用這些大光圈鏡頭去拍照 都是講感覺的 都不會說 一定要拍到很sharp 一定要拍到一些 很工整的照片出來 憑感覺用這些鏡頭 可以拍女生就非常之好 其實你會看到這張照片 紙邊都是 困住了皮膚 這件事我剛剛都說了 真的無可避免 但是整體來說 氣氛真的非常之好 照片當然我有撿過 用自己 喜歡的顏色 落到照片 但是整體來說 大光圈的散景 都是非常之美 其實它的分析力都蠻高的 一條條頭髮都會看到 這個散景 好像類似有一些 1.0光圈那種感覺 看看這張 你看到皮膚的質感 很柔和 拍女生 真的非常之好 這些鏡頭 不像一些 很現代的鏡頭 拍到 太過銳利那種感覺 說真的 很多瑕疵都會出來 但就會 犧牲了一個銳利度 所以 你看看自己喜歡什麼 例如 不行 我一定要整張照片 要很銳利的感覺 主角一定 說每條頭髮絲都要看到 好像是出廣告那些照片 即是你會看到廣告牌的照片 每條頭髮絲 眼珠裡面的 燈光反應都要看到 這些鏡頭就不是太合適 你口味 這些大光圈的手動鏡頭 都是玩一些 感覺 味道 你會看到這張照片的立體感 其實都很高 因為這麼大光圈 主體和背景都分離得非常之好 我們繼續看看 這張照片其實我都很喜歡 反差就會比較高 這張照片都是我調教過來的 拍出來 感覺是 你看 由主角 一直到 下面的背景 過度都是非常之美 這張照片 那天拍攝都是我非常之喜歡的 因為 前面有些雨水下了下來 女主角剛好站在那裏 好像在想事情 但是這張照片 我是對不到焦的 其實有時拍照 對不到焦 差一點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只要拿到那張照片的感覺 已經足夠 這張照片 我就對著她的眼睛去做 其實當你對準的時候 那個銳利度都會有在 當然不會跟一些自動對焦鏡 例如 Z眼鏡 Sony 去比較銳利度 這些 一定會有很多 但是 比你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散景 你會看到 真的很美 我們繼續看看照片 你會看到旁邊的散景 都是很圓 而且還會出現 有些橢圓形的散景 這些都是一些 舊鏡的感覺 現在做出來 這些散景 我之前很多集裡都說過 一些橢圓形的散景 我也是非常之喜愛的 對著眼鏡的時候 這個銳利度 我都覺得非常之高 因為比起 Nika的0.95 或者1.0 那些 大光圈 Log 那些鏡 那個銳利度 是高一點的 我覺得 我們繼續看看 氣氛 做得非常之好 例如你看到這張照片 我某一個距離去拍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那個主角 以及那個背景 那個分離 都做得非常之好 就是一些大光圈的鏡頭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散景都可以襯托主角出來 這幾張照片我都很喜歡的 因為 那個感覺是真的非常之好 為什麼有時候又對不到焦呢 我發覺用天弓自動對焦環 落一部ZF的時候 在大光圈 開盡光圈1.1的時候 對焦是比較困難的 可能都是因為反差 比較低一些 令到它找不到對焦點 非常之漂亮 看法就好 例如去到這麼遠拍下去 開到1.1光圈 很喜歡這一種散景的感覺 我們再看看照片 站在這裡 這一張就對得準一點 真是 對準的時候 聚理度提高了 其實那個分離感都非常之好 令到主體的立體感非常之高 好 接著就看這張 這一張就收到光圈去拍的 一張大概收到4光圈去拍的 會見到整體的聚理度就會提高了 樹葉一層一層都會看到 當然這張照片我做過一些後期的顏色 所以令到它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但是解像度或者銳利度 或者整體圖片的感覺 都是靠鏡去發揮的 這張照片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因為好像有少許故事性 好 看看這張 其實這一張我收到二光圈拍的 二光圈拍的時候 看到水珠的銳利度都已經提升了 你會看到水珠的立體感 都是非常之好 水珠在傘上形結的感覺 其實一層一層都很立體 有時拍照就不一定 要拍到模特兒很清 有時拍一些物件 令到它的主體 會是蒙了一點 都是一些蠻好的效果 這張我就拍它 清一點 看它前面 那種感覺 都是非常之好 其實大家 下雨也不怕出去拍照 因為下雨的日子 始終比好天的日子少 做一些 不同的氣氛的照片 都是非常之好的 這些都捕捉到 都漂亮 我覺得是好調皮的感覺 其實剛才都說了 散景和主角 分離得都非常之好 這些很有感覺 頭髮你會看到 都很清楚地看到 我們再看看 這張照片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我在遠距離 那裏就拍了 線線就坐在這裏 好像有種沉思思的感覺 其實這一輯相 都是近期比較滿意的一輯相 無論主角、器材、環境 和天氣都配合得非常之好 再看看這些 其實真是對不到的 我真是對不到焦 拍出來的感覺 拍照就真是剛才都說了 說一下感覺 還有帶出當時下雨的感覺 例如主角的心情 這支鏡頭也幫助到 完成到這種 拍攝的風格和感覺 為何經常都要用大光圈的鏡頭 說真的如果沒有那麼大光圈的鏡頭 就拍不出一些很夢幻 跟平時我們去看東西 超現實的感覺 就比不到我們 這些大光圈的鏡頭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好 照片就分享到這裏為止 如果你們覺得 對於鏡頭的表現 又或者 有什麼問題 疑問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對於 我這一輯相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 說了那麼多之後 究竟這支鏡頭 賣多少錢 我都問過廠那邊 3000元有找 所以就非常之超值 今天分享就到這裏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